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D 還有Discord 好 那今天這期影片要介紹的是 天地結這次要新出的陰靈 蘇醒者 那這是楓鈴聲 楓鈴聲 那是優屬性的咒勢 已經變成咒勢了 好 那天賦的部分呢 氣血越高 然後傷害法術免傷越高 那最高可以到25% 那自稱滿血的時候呢 射程會加1 那使用絕學之後呢 使三格範圍內的有方 有益狀態的持續時間加1 同時使絕學作用的 敵方目標有益狀態 持續時間呢 減1 好 那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 可以免除死亡 氣血恢復30% 並重置自稱所有絕學的冷卻時間 觀看這個天賦就知道 這隻角色是必抽了吧 好 也就是說就是 蘇星者這個氣血越高 戰鬥越強啊 那你滿血狀態的時候 就是獲得射程加1 然後又可以延長 友方的這個友誼狀態呢 同時可以縮短敵方的友誼狀態 好 然後又可以免死 免傷呃 免死亡一次 然後恢復30% 然後又可以重置絕學 好 那 這個 絕學的部分 情仇皆旺 攻擊當個敵人是1.5倍的傷害 對戰之前可以奪取 目標兩個友誼狀態 如果奪取到兩個的友誼狀態呢 則該絕學人缺時間減3 對戰後呢 擴散支撐兩個友誼狀態呢 給三個方案內的其他友誼 這個真的是太太OP吧 啊這不用什麼 這是很強 好 再來入輪迴 是被動技能跟主動技能 那被動的部分呢 是使用絕學之後呢 使三個方案內的友誼狀態 持續時間減1 並恢復期的期 並恢復氣息 那恢復量呢 是施數則法攻的0.5倍 光被動就有了 但是要使用絕學 好 那 使一個以結束的 以結束行動的槍 友誼再激活 啊 其實就是一個 再行動的技能啊 而且可以恢復氣血 那是法攻的1倍 並使其友誼狀態呢 等級提升1級 除了可以再行動 並且 再降他的友誼狀態呢 升級 OK 好 單體技能 亂死 這個字是念 好 單體技1.8倍的傷害 亂死絕育 然後可以施加 孤絕的buff 持續兩個回合 那對戰之前呢 使自身友誼狀態 等級提升2級 使目標有害狀態 等級提升2級 那孤絕呢 回合開始和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反轉自身 兩個放為友方的 友誼狀態變成隨機的友誼狀態 好 是啟提機 OK 然後他這個字就寫錯了 他這邊寫反轉自身2個 放為友方 應該是敵方吧 看下面是寫敵方 群體狀態反轉 OK好 再決定選順煞死挺 對全場數目標施加調和的狀態 那調和的狀態是減免絕大部分的傷害 免疫固定傷害 下回合開始施移除 免疫固定傷害就已經很好了 這這個 我是覺得 一定要抽了 好 那另外決選 明煞 射奪 對方圍內出的電到0.5倍的傷害 然後奪取目標一個友誼狀態 好 另外一招是亂分之移 對方圍內出的電到0.6倍傷害 並施加亂神1 持續兩個規合 使目標所謂友誼狀態等級降低1 被動遠破 進行遠程對戰的時候呢 對戰前奪取目標一個友誼狀態 且對戰中呢 傷害跟免傷 提高15% 哇 哇 好神兵 攜帶友誼狀態的時候 法供提高5-10% 最高4-10% 使用絕學中後 使絕學作用的友誼目標擴散 反正是有一個像病毒散開的那種概念 這個神兵也是給的還算是OK的 好 那絕學部分就是參考 總而言之呢 光是在行動啊 然後全場這個調和 可以免疫固傷 基本上 就是很值得抽了 然後又可以 免死一次 然後又可以從事絕學冷卻時間 這個 然後 單體技能又可以奪取目標兩個友誼狀態 啊 躲到兩個以上呢 絕學冷卻時間減3耶 好 基本上這個不用多說吧 就是要抽啦 這這個 這個看起來應該不會是單卡 因為我 聽到群友是說呢 會跟另外一隻腳是一起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 好啦 那今天這集就到 就到這邊了 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做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一下訂閱按鈴鈴鈴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 還有幾次座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